好,那我们今天首先来谈一下元宇宙 元宇宙啊,我们在这一两个月啊 它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词汇 那就是所谓的这个元宇宙的概念啊 包含现在的脸书Facebook的母公司啊 他都改名为META 准备以元宇宙作为主要发展的一个区块 由此可知啊 未来的世界的数位风向啊 已经开始改变了 到底什么是元宇宙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 不过因为这场是直播 所以老师比较难配上一些比较可以去表现他精神的一些动画 所以老师就在大家只能听老师说 然后自行脑补一下老师讲的这个情境吧 那么所谓的元宇宙啊 我们把它的一个比较具现化去讲 说白了 就是类似现在的虚拟实境 把它扩大到怎么样 扩大到每一个层面里面 说到底啊 它就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过去玩的网络游戏 NORPG 例如什么呢 例如天堂 RO 魔术世界 LOL之类的网络游戏 这些游戏啊 基本上也是一个宇宙 但是概念是没有错的 也就是说 在这些的游戏里面啊 是所有玩家 同时在一个服务器里面的世界 进行临时差的同步活动 不管你人在美国 新加坡 台湾 澳洲 南极洲 北极圈 也不管你当地的时间是几点 这都完全不重要 因为在游戏世界里面 当时是白天 设定是白天 那么全部人都是白天 如果当晚是夜晚 全部人都是夜晚 比如说在魔兽世界里面 对不对 你到了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全部人共有的气候 不考虑你现实环境的处境 因为游戏世界里面啊 他们那里才叫做现实 不过这种游戏宇宙啊 是属于一种风断式的宇宙 所谓的风断式宇宙啊 就是除非人与人之间 有交换现实世界的联系方式 否则无论你在游戏里面 取得多大的成就 关上电脑 你就还是得去缴房租跟贷款 还有你的网路费 没有网路你也玩不了 无论你跟游戏的对手 打了昏天地暗 可歌可泣的死尸般的战斗 但是离开游戏 彼此还是默不相似 这就是现在风断式的游戏宇宙 而元宇宙啊 就是把它扩大展现 不仅仅只是一个游戏的世界 而是扩展到更多元的应用层面 如果换到比较近代的动漫作品 有点像什么呢 各位有看动漫就知道 就像日本动漫里面的 刀剑神域 这部作品里面 那个作品里面 主角就是戴着头盔 然后躺在床上 把自己的这个人的意识 投放到游戏里世界里面 进行了另外一段的人生 然后呢 当然故事里面就是说 他困在这个世界里面出不来 必须要找办法登顶 然后这个就是漫画内容的 而元宇宙啊 就是这样的概念 只是 他主要不是要你把现实世界的意识中断 而是让你保有现实世界的意识之下 来去进行另外一种沉浸式的全新网路生活圈 再简单一点讲 那就是一个半投胎的概念 那有没有听懂了一点 半投胎的 就是把你这个主体的概念 透过了载具 无论是你的那个眼镜 或是头盔 或是任何一切 让你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景象 这个景象虽然是虚拟的 但并不全然是虚拟的 为什么 这还是跟投胎一样 你知道吗 这个元宇宙里面的一切啊 不再是过去我们所看到的 风断式的宇宙 而是同步现实的展现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在元宇宙里面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跟你在现实世界是有关系的 例如你在元宇宙里面的行为 同时也等同你在现实生活的行为 因为元宇宙本身不是游戏 而是一个现实的扩展 它是要创造一个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全新的世界 而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在现实生活 你可能是白人 但是在元宇宙里面 他可能会允许你去捏脸 让你成为另外一个你的长相 在这个元宇宙里面 例如你可以从白人变成华人 黑人或是毛利人 都可以 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 不动手术的状况之下 在那个世界成为你想要成为的 那个人的外表 只能说外表 更甚至他可能还可以让你更换的性别 让你是你 但是又不全然是你 简单来说 如果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 是由一个高我或是超我再去控制 很多人就说 我们这个现实的生命是更高的自我的存在 那么我们在元宇宙里面 我们也是类似在怎么样 我们在元宇宙里面的高我跟超我 因为我在现实又不在现实 我在元宇宙却又不在元宇宙 这样子的概念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理解呢 为什么说类似呢 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财富等身外之物 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万般带不走 唯有业随身 但是在这个元宇宙的世界里面 你使用的钱 就是你现实生活中的钱 简单的说 你现实世界很富有 元宇宙你也可以很富有 现实生活很穷 元宇宙你也不会很富有 这是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你现实生活赚不到钱 那么你却有办法在元宇宙里面赚到钱的话 那么你在元宇宙的钱 你是可以带来到现实世界中使用的 这就是差别 这懂老师意思了吗 如果他只是一个封闭式的一个游戏宇宙 你在游戏里面有多少钱 跟你现实生活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你在现实在元宇宙的概念里面 你现实生活赚不到钱 但是你却可以因为你专有的技术 在元宇宙里的世界里面 你可以获得你的服务或商品的销售 而赚到钱 那这个钱不会只存在元宇宙里面 它是可以转出来 变成你现实生活中的账户里面 这样各位有没有懂 它是跟游戏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 它不仅仅是虚拟实境 而是虚实之间 你难以捉摸的一个界限 而说到这里 各位有没有稍微懂老师的要表达的意思 那就是除去外观等客观要件 元宇宙的魅力 就是在于元宇宙里面的交易 等同你现实的交易 这样一直讲到这件事情 当然元宇宙里面有好人 当然也会有坏人 所以说你在元宇宙里面的犯罪 也会等同你现实世界的犯罪 一样会受到刑罚 这是未来的趋势 不说现在就会有 未来一定会立正和相关的法律 那么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点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数位货币的必要性 在未来会越来越重要 数位货币跟现在的比特币或是以太币之类的加密货币 是不一样的 就要不要误解老师的意思 这个数位货币 它是由国家做担保的货币 它是具有一定的法常基础 而区块链的这些虚拟货币是没有的 是完全是没有的 比如说我们这一周看到了什么 鱿鱼币 它在10分钟以内 从价值2000多元美元的币值到变成0 趋近于0 好像是几十万分之二的美元 当然这个变成0的状况之下 那就是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有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要负责 是没有 应该说是没有人有这个责任去负这个暴跌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本身就没有法常效果的虚拟货币 它没有跟你承诺 它一定是可以用这个东西换什么东西 从来没有人去跟你承诺这个东西 所有价格跟比特币一样 大家都是怎么样 又喊出来的 喊出来价格 大家同意它就有这个价格 但是当它完全变成0的时候 那你也不能去反驳 因为它的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区块链的货币 它跟风断式的游戏是一样的 你说它有价值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拿来买房 买房 但是你说它没价值 但是它还是有交易的金额 这跟游戏里面加酒武器是一样的 它既有价值 也它也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这个东西是怎么样 这个东西就是有变化的 就是说现在比特币你就说可以去交易 那是现在 鱿鱼币之前也可以交易 对不对 但是不会有人说美元或者是人民币 它是没价值的 假设他们数位化 他们不会变成没价值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国家发行的货币 这个东西是国力的单位化基础 所以只会有汇率的差别 而不会变成没有价值 当然星巴威这种完全跟世界银行去脱钩的一个财政政策 导致他们的币值比卫生纸还便宜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在元宇宙里面 数位货币就是会主要的交易方式 那么这个时候 为什么脸书要尽快加入元宇宙的战局呢 那当然是脸书要推出自己的加密货币Libra 希望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代币 各位要注意 脸书出了货币 我们只能把它称为代币 而不能称为法定货币 因为在美国只有美元才是法定货币 而不是Libra Libra或许可以转换成美元 但是他只是把代币换成美元 不过这个事情 相信美国政府以及顶级的资本家 不会放任祖伯克他这个野望 因为虽然祖伯克他是犹太人 但是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派伐 而是全新的一个爆发户 他年轻有想法 但是却不能够一定去遵守富豪的游戏规则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 让他掌握的货币的操纵权 这对这些利益团体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可控的事情 纵使这些利益团体 他愿意让祖伯克去做这个Libra 但是美国政府恐怕也不愿意 把美元跟Libra做挂钩 因为这样美国政府就不能够掌握 所有货币的清算机制 而是会多一个拥有28亿用户的私人公司 来跟美国政府分享货币的权柄 这个状况会让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 或是经济的展望 都会产生的极大的影响 甚至是可以方便洗钱 所以Libra的野望 他的头一个对手 不是什么数位人民币 也不是任何人 他的对手肯定就是美国政府 或是美国的自家人的财团 当然有些人或许会说 中国的微信跟支付宝 不是一样由私人的商家来掌握私人的金流吗 这是一个误解 因为在中国大型企业里面都会有政府的团体在内部 而且中国有上亿个共产党党员 而且这些公司多半都是有国企去交叉持股 所以说到底 支付宝或是微信 并非像Libra一样是代币的机制 而是从头到尾都是人民币 他没有微信币 也没有支付宝币 都是人民币 而且在这个机制之下 你要冒名到用的机会 过去是有发生 但是以现在的技术来讲 是为乎其为的 怎么样呢 除非你刚好偷到对方的手机 然后对方的手机又刚好没有设定密码 也没有设定指纹 也没办法 也没有设定刷脸 什么都没有 直接让你可以打开 然后你也刚好知道对方的支付密码 所以这样才有可能会去到用 否则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 透过什么 骇客去偷到任何一组密码 就可以登入别人的微信或是支付宝账号 这个老师也常常试过换个电脑 我就没办法登入了 还要重新认证 而区块链或是虚拟货币 这些以太币 或是比特币 能够成为元宇宙的交易货币吗 这恰恰是不大可能的 应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就本质上面 比特币 它跟鱿鱼币 还有柴犬币的本质是几乎是类似的 本身没有任何的法常基础 未来会一瞬间崩跌到零 变成单纯纪念的纪念币 为什么呢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说到 而回到主题 元宇宙的世界要产生的货币机制 必然会是以政府的数位货币 作为交易的机制 当然也不一定是类似现在的数位人民币 而可能就是直接类似网银的交易 虽然我们的这个世界在元宇宙里面 已经是虚拟实境了 但是这个在虚拟实境里面 你怎么在操作呢 其实在虚拟实境里面 你还是可以再做出一个软体 让你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 再使用你虚拟世界里面的手机 或是虚拟世界里面的电脑 用程式去操作另外一个子程式 来让你在那个世界里面 可以去再继续刷微信 刷支付宝 或是刷信用卡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是说在元宇宙里面 你一样可以拥有手机 手机也可以安装网银之类的APP 但是透过这个软体中的软体 来进行各种交易 这个交易跟你现实生活的任何交易 也都是联动的 而元宇宙的目标 不仅是让你看起来跟真的一样 而是可以模拟无感 比如说就是什么 简单一点 就是色身相畏触法 色身相畏也没有法 法到自己的心里面的 他最需要达到 就是让你连触觉 都跟味觉都可以模拟出来 这个能不能 这当然是能够的 各位你要知道 现在我们所吃的生活中的任何的一个加工食品 很多比如说你号称它是苹果汁 但是里面没有果汁成分 对不对 你喝的它是果汁 它叫果汁风味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里面都是化学去合成的 那么这合成的方式 未来有没有可能在元宇宙里面来欺骗你的大脑呢 这个是很正常的 像过去我们都说过 眼不见 眼不见就不是真的 对不对 眼见为凭 现在 这个怎么抖音或什么的 它的绿性那么发达 你眼见 它也不是那个人 对不对 那这个乔碧罗的事件 是不是 50几岁大妈可以变成一个妙龄少女 所以说眼见不一定为凭 耳听眼你也不一定为真 这在元宇宙里面也是一样可以达到的一个事情 那这种半投胎的元宇宙 也就是一个新的世界 是什么时候可以达到呢 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了 为什么 因为要产生一个元宇宙 它是要跟全世界的网路连线是一样的 你不能透过单一的公司 或是少数的集团所打造 或是控制 任何一个由单一集团 或是公司企业所打造的元宇宙 都只能是封断式的元宇宙 也是最多只能达到什么 虚拟实境的游戏体验 而是不能够达到真正的元宇宙 所以真正的元宇宙 无法由脸书的母公司Meta 或是Google 或是百度等等之类的 任何一家公司来达成 这个元宇宙是必须唯一 透过什么 透过开源的方式 提供全世界去共同建设 那么这个东西呢 首先就必须跟现在的网界网路一样 由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透过海底电缆 然后当然未来可能通过卫星的讯号传递 来进行全面性的连接 也就是说 这个虚拟实境的原始码 必须由全世界开源共享 就类似现在的安卓 或是中国的鸿蒙 采取全开源的方式 而且必须是全球统一规格 才能建设这个元宇宙的基本族形 因为只有完全开源 在这元宇宙里面的加密措施 才能够受到全世界政府的监督以及监管 那么这个就是大家工程的 至少我老师觉得 个人认为10年内是难以达成的一个目标 到底有没有开源的公司 有 比如说我们用的网路语言 HTML或是PHP或是Java 这些就是开源的 然后这个稍微懂程式的 大概就听过了 那么为什么老师刚才讲 没有讲到苹果公司呢 因为苹果的iOS操作系统 它是不开源的 好吧 它是不开源的 也就是说 苹果的系统 它的核心程式 只有苹果公司自己有 你这样的系统 未来如果没有走向了开源 那最终是会被淘汰的 那么问题又来了 即使全世界的元宇宙 已经完成了基础原始码架构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种元宇宙 它的硬体需求 是属于一种 必须要完全云端运作的模式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你要进入元宇宙的工具 都只是一个载具 也就是一个桥接 就像什么 请大神一样 你知道吗 基同请大神一样 它是一个载具 对不对 但是主要的元宇宙的运算 是必须基于国家级以上的云端技术 才能够运行这个元宇宙的基础架构 那么就衍生出了一件事情 要有国家级的运算处理器 所需要的电力 要有电了 对不对 那也是需要国家级的电力了 那么要用国家级的电力 而且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必须加入这个元宇宙的世界 那么他所需要的电力 恐怕是现在我们全世界的电力 都可能不足以拨出足够的电力 来建立起这个元宇宙所需要的一个能源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要推脱这个世界级的元宇宙 把这个虚拟实境 大部分由云端系统去计算 那么现在的网络速度 哪怕是5G 也是完全不够的 因为这是及时跟全世界交换信息的网络 那么所需要的网络速度 至少也得是现在的10倍起跳 也就是每一秒 你至少要有10G的网络速度 而且必须是稳的 你不会有些掉风包 或是有一些顺断的状况 所以如果必须要进入元宇宙 光网络的速度没有10年以上 可能都还有点困难 那10年可能还达不到 这是个人觉得 你还在达到可能有点困难 那么又产生一个问题了 就算我们刚才讲到的 电力有了 网络速度也有了 元宇宙是不是就能够实现了 这也不是这么说 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国家的超级电脑 可以承受全世界的虚拟实境的信息交换 那么问题又来了 没有足够的硬体设施 那要怎么样完成元宇宙的建构呢 那么当然的 就必须要有量子电脑 当基础运算的电脑 才能够承转得住 这个非常庞大 全世界几十亿人都在参与的一个超大型的网络游戏 一样 他的运算模式才能够达成 而如果元宇宙是基于量子电脑作为基础 那么很显然的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区块链的加密货币 瞬间就会在量子电脑面前成为一串 毫无意义的自串 而瞬间就可以把比特币全部挖完 或是无限量的挖出了以太币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是我们路上可以捡到的石头一样 你能够把路上捡到石头 卖一百万台币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到处都有 不缺你那一个 所以说当量子电脑变成商用化的时候 所有的区块链等于无意义 也不能说区块链是无意义的 区块链的货币变成完全无意义 而且是完全烂大街的东西 各位你要知道 区块链的货币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 现在你有心去书店买本书 你按着它操作 你就自己可以开发出一个区块链的虚拟货币 你知道吗 就像我可以开一个什么 陈老师货币 对不对 可不可以 或乾坤门货币 可不可以 它是可以的 并没有你想象这么难 区块链货币是人人都可以创造一个新的货币 不然为什么会有狗狗币 柴犬币跟鱿鱼币呢 因为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技术门槛 只是我们把它神化了 让它觉得好像很有前景 所以说我们才能够把这些虚拟货币价格炒高 事实上它跟钻石一样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 钻石除了硬 它是没有任何的应用价值 各位了解老师的意思了吗 而这个时候就发生什么事情 区块链它货币是没有用 但是区块链本身的技术 它是可以获得更好的运用了 它可以用在日常生活方面 例如什么 例如元宇宙的虚拟商品 例如比如说你那边买了服装 或者是 或是你买了一些特别的商品 那因为区块链的特色 让它有不可复制的特性 可以来当做交换的媒介 就像我们所提到的 像老师以前要去亚马逊卖东西 它好像用一个ISDN的号码一样 成为一串单独的不可替代的代码 代码本身有没有意义 代码本身是没有意义 而是看它代表了什么样的东西 就像煤炭跟石油一样 这些煤炭跟石油 你说它有价格 但是你如果不把它拿来烧 它还真的一点毛用都没有 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 而到这个时候 谁手上有区块链的货币 一夕之间 你就可以化为乌涌 由于币因因在前 这个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而在这个前提条件之下 元宇宙的时代会不会来到 老师认为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就如同老师在推背图里面的预测 这个世界 必然会是由人工智能来主宰一切 而要让人工智能主宰一切 那就必须要元宇宙的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人类才能够被AI所建立的 人类生态动物园 所来妥善的豢养者 也同样的 类似基鲁尼为他所演的骇客任务 比如在中国 他就称为黑客帝国一样 最终 我们都可以因为带着一个元宇宙的载具 然后让我们人类都可以变成一个罐头 但是精神却可以进入到一个元宇宙里面 自以为是的生存了下去 而或许各位有没有想到 我们现在我们认为的现实的宇宙里面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以为我们的人生 其实我们还是在我们的罐头身体里面 去扮演一个角色扮演而已呢 而到底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元宇宙 到底会有什么 会有第一代的曙光出现呢 老师认为最快的时间 他还需要至少15年的时间 才能够有足够的开始机会 为什么 因为未来的数年 动乱战争 金融秩序的崩坏 都会陆续的产生 而在那个时候 军工业才是当红炸质机 而另外一个人生的元宇宙 那当然会因为这些事情而推迟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很多元宇宙题材 事实上它是一个炒作的一个话题 你真正要达到 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像什么 就像脸书他这样的概念 他其实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就有人在去建立过 类似的社群连线的网站 大家只要上去注册 就可以找到任何你想要找的人 脸书不是第一个发现 发现这样子社群媒体的始作用者 而是之前就有人去发起这样的活动 但是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因为在不对的时间 你做对的事情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资源 去支持你这个梦想 就像台湾在 我记得在20年前 还是2023年 24年前 就有人出现了电子报 大家以后把报纸全部淘汰 就是PC号 占人英雄所研究出来的概念 他就说每一个人以后 只要在电子信箱里面 收到他的报纸就可以了 就完全不需要直门报纸 但是他最后那个公司倒掉了 为什么 因为就跟张大雄他自己讲的一样 他出生在一个身不逢时的时代 而现在这个世界上 报纸又有多少人会认真的去看 真的会去看了 大概是年纪比较大一点 才会去看到这个资本的报纸 而真的很多人 你真的是在会用报纸取得你当天的新闻 还是你会在YouTube 还是你会在Facebook 还是你会在Google里面 就找到你所有任何想要找的新闻 因为时代在变 人的习惯会在变 元宇宙就跟过去的脸书是一样的 他要发展 他需要一个时间 需要一个契机 他没有办法一处可乘 虚拟实境 他是会慢慢的到来 而不会让我们突然在一 撒纳之间 我们突然有一个跳跃性的改变 我们再突然多了元宇宙的设备 然后我们突然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生 相信老师 在老师白发苍苍退休之前 我们或许都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沉浸式的宇宙里面 度过我们下一个新的人生 好 以上就是老师针对元宇宙的说明 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